离开职场后成为志工回馈社会 是许多人的梦想 新北市土城区农会志工队 便是由一群家政妈妈组成 志工除了推广农产品 更致力于绿色照护社区关怀 落实老老相伴的精神 今年获得了新北市 极由志工团队的肯定 志工在教室里忙进忙出 但脸上始终挂着笑容 他们是土城区农会志工队 因为毕竟家管在家 他就是只有打理家里 能够离开家门来社会社团当志工服务 又可以跟一些姐姐服务 还有增广一些农业资能什么的 是一件很开心又快乐的事情 土城农会志工队的成员大概有80位 在年龄的分布上可能稍微年长一点 平均在65到70岁之间 进入志工也很简单 我们有基础训练跟特殊训练等等的 所以其实农会很用心 我们伙伴们也很用心 成立至今7年时间 平时志工队除了维护环境整洁 从旁协助活动及课程推动 对农产品推广也有一套 皮蛋瘦肉粥 皮蛋豆腐 我都随时放一套 要用就有 还要免兵 很方便谢谢 离开职场后退也不休 只有志工队让志工们从中找回自我价值 今年获选为新北市基优志工团队 比如说我们有对长辈的这个绿色共餐 什么叫绿色共餐 虽然我们都是业余的 我们就是一群妈妈 厨房对我们来讲 驾轻就熟 可是面对四五十个 甚至于五六十个长辈 要去供这个餐 是一件很大的挑战 第二个任务就是电话访问 电话关怀 第三件就是爱心便当 就是跟绿色照顾站的那个用餐一起 我们会多做三十个便当 送到机构去 也是给长辈 因为我们都是那个高龄的志工 还可以有这个机会 把我们以前做妈妈 在那个工作上的事情 再拿出来做一次 因为我以前是吃住餐的 而且菜色我也想说 我以前有哪一种菜色哪一种菜色 尽量菜色不要给它重复 让大家吃的也高兴 我们也做得很高兴 我们都是一群快乐的志工 以初老服务中老中老陪伴老老的概念 接下来农会规划将志工结合在地文化历史 发展志工对独特亮点 以往我们的活动可能都局限在 我们办理课程啊 在农会啊 或是说我们去支援其他单位的活动 那我们想要借由他们的专场 那我们想要带领更多人来认识土城 就是我们会想要一起来办走独的活动 但是我们这边有文化 例如说我认识农会 然后还有我们这边的五谷仙地庙 那还有我们这边的农园 然后让大家可以更认识土城这边 凭借对农业的兴趣以及服务热忱 让志工化生血缸长辈 将锁水转换为养分丰富神明厚度